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一下 在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对付尖顶小飞 我们讲了黑旗.33的一系列的下方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旗行 大家可能印象中 甚至于来说在很多旗谱中会见到一个 黑旗更加凶悍的一种的破控的方法 那么就是当黑旗争执有力的情况下 它会选择先靠再点这样的破控下方 当然这个下方前提是针之有力 白旗打这个是针不死黑旗的 那么这样的下方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 也很有力 在这个之前先得注意一下次序 不能先点 如果说先点再靠 那么白旗当然它就不会打了 它会这样 那你这两个交换明显变得非常的损 非常的损 所以说要先靠 那么先靠的话 这时候白旗是不能退让的 如果说白旗我害怕的话 退让的话 那么这个黑旗就是说便宜很大 因为这样的黑旗就可以接下来搬 那叫吃 搬了叫吃 黑旗呢 白旗只有张上 那么很明显 大家看出这两手 这个黑旗便宜非常大 本来搬你应该是挡住的 结果变成你弯了一个 黑旗呢 所得很多 一个 以后一旦拦住的话呢 上面压也可以 收光木树的话呢 底下还有点的手段 第二个呢 黑旗如果说这以后粘住了的话 或者虎住了的话 这里呢 还有这个冲断的线索 这个白旗还只能粘在里面 黑旗外面还有好多借用 所以说呢 靠的时候 白旗也不可能去退让 也不可能去退让 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黑旗便宜太多 所以呢 也只有挡住 那么黑旗呢 就来点啊 点这个时候呢 白旗基本上呢 也不能考虑啊 这个 粘的下方啊 这个粘呢 太软弱了 黑旗可以搬过来 这个在 上旗中 我们就已经谈到过 这样的啊 整个黑旗多了 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到底是便宜了 还是亏了啊 这个还不好说啊 不好说 所以呢 白旗如果只是沾上的话呢 这个黑旗啊 这个被黑旗搬 黑旗获利太大 白旗呢 也是不太肯的啊 也是不太肯的 也是不太肯的 那么 白旗呢 也只有呢 和黑旗 阴仗啊 那白旗 如果阴仗的话呢 力 稍微呢 这个风险啊 比较大啊 风险比较大 因为这个被黑旗一断 这个白旗很难办 还不能打吃啊 打吃它跑 这个争执有力是前提 那么 你再站的话呢 由于它这个拐啊 还有一些先手 是吧 这个 直接啊 就给连扳下去啊 因为这个是针不死的 注意是针不死的 这样呢 基本上是 白旗是肯定不行 那肯定不行 那么 这个 断以后呢 白旗最顽强的啊 就大概只能是团在这 但是这个实在是 危险性太大啊 不知道这边黑旗是有什么指啊 就是那么黑旗就挡 白旗不能断啊 断因为黑旗跳本来就是先手 只能拐的话 那么黑旗 就跳啊 因为这个脚上啊 黑旗这个气啊 还是比较长 白旗呢 不太好收黑旗的气 即使啊 以后靠着收气吃呢 这个黑旗两边啊 都可以获利 这个白旗都是非常的危险啊 如果说 当初是 当初还是个拆二的话 黑旗这个直接就搬住 直接就搬住 这个白旗明显不行啊 即使是拆三 它也有可能呢 能够搬住 这个白旗是 危险性实在是 太大了 所以呢 嗯 嗯 这个立下来 是 不好的啊 不好 嗯 那么 当黑旗点的时候呢 不要去立啊 立背一断 这个作战 反正白旗是非常的辛苦啊 非常的辛苦 嗯 那么白旗呢 嗯 硬缺的呢 一种呢 就是说是团 团在这儿 黑旗呢 势必呢 也要断 也要断 黑旗势必呢 也要断 那么 白旗 争止不力啊 争止不力呢 依然是不能从这里打出来 依然从不力 如果打出来的话啊 这个黑旗 由于拐头 是先手啊 可以暂时不走 保留一下 那么黑旗就可以直接的联斑 联斑 这样呢 白旗是不行 白旗不行 你吃这个 嗯 虽然拔了朵花 但这个死了肯定还是不行的 嗯 那么白旗呢 嗯 就是说 只有 从里面呢 想办法呢 去收起啊 那么从里面收起呢 白旗就只能斑张 先斑张 和里面对杀啊 对杀 嗯 暂时就这个局部而言呢 这个 黑旗这个 呃 和白旗对杀啊 还是有一些 困难的啊 有一些困难的啊 不能直接收起 直接收起呢 这个白旗搬到这个啊 这个黑旗呢 里面呢 会有一些问题啊 本身可以飞点 而且呢 由于这个外面还还有一些味道啊 啊 这个 肯定呢 嗯 黑旗还不行啊 黑旗还不行 当然根据情况也有可能直接呢 就给你断上来啊 啊 这个外围啊 这个外围啊 还是有点薄弱 有点薄弱 直接收起不行啊 那在里面 长起啊 那应该怎么长 确实呢 也是个问题 嗯 直接立不太好啊 直接立不太好 直接立的话 那么白旗立一下啊 这个黑旗搅上呢 就已经是 做不活了 做不活了 那么只能粘啊 那么多了这个 多特别是多了这个纸以后呢 啊 这个白旗呢 就有可能啊 打出来了 现在和刚才情况就不一样啊 这个 多了这个纸 即使你这个 都是先手 就算你这个也是先手啊 但这个很损啊 那你拿这个白旗这边啊 也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啊 你现在搬它就捂住了啊 这个没有连搬 连搬不动 这样呢 黑旗不太行啊 这样黑旗不行 那么 力不行的话啊 那么黑旗当然这里也是有办法的啊 有办法 黑旗一种呢 黑旗一种呢 比较 解明啊 或者说是容易这个 这个 技术的下方呢 就是弯啊 这地方就是技术不要呢 这种形状就是不要让对方去立一下啊 因为对方立一下这个里面呢 就眼位已经就没了 注意要弯 那么 这个时候呢 白旗呢 就只有点啊 白旗 白旗不能挡啊 注意 这个地方你不点到 一旦被黑旗唬到这个 闻这个外面永远是针不死的 一旦被唬到这个 这个 黑旗啊 这个气啊 就太长了啊 你不能靠打结去杀他 你打结去杀他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白旗的脚 黑旗打输了 没关系 但是 这白旗一旦输了的话 由于这个外面已经被断开 这两边啊 都会有危险啊 所以说他就压 这个呢 就是说 白旗啊 这个自身这个结呢 太重了 太重了 这个白旗呢 肯定是 不行的啊 白旗肯定呢 是不行的 那么所以 白旗啊 黑旗对杀的时候呢 白旗就应该是 点这个啊 点这个 这样呢 黑旗的气呢 是相对 是比较短的啊 比较短的 黑旗现在也不能 跟这个 急蛮 去在脚上呢 做活 如果说急蛮 在脚上跟白旗对杀的话 那么就挡这个 白旗打 黑旗走啊 这样呢 很明显 和刚才相比啊 这黑旗的气呢 就短多了啊 他这个先不打也行 就做这个啊 这样你 可以 再来收气的话 黑旗就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啊 就算 走在这 你还强行来的话 那只能挤这个 是吧 那当时被这一打 这个黑旗不行 你立的时候啊 这个是后手 注意 白旗呢 他不用打吃了 他就直接呢 藏出来 这样呢 黑旗呢 肯定是 也是呢 这个 不行啊 掌势呢 是不行的啊 那么 嗯 不过黑旗呢 不行的话呢 他可以 先不着急 在你点这个的时候啊 黑旗呢 可以选择压 这个呢 就 不要着急的去活出来 那么 压的时候 白旗如果退的话 白旗如果退的话呢 这个不好 那么黑旗可以继续压 依然 这个 不能藏啊 依然不能藏 依然不能搬啊 依然不能搬啊 只有藏啊 那么这几下被压住了以后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黑旗啊 就是收器呢 他就呢 就不用收在这了 那么这样 他再来收器的话 啊 这个 情况呢 就不一样啊 现在呢 他不让你脏了 可以呢 铺 这样呢 脚上呢 就变成了一个双火 双火肯定是 白旗呢 不好啊 你只能这样去双火 嗯 立或者是虎一个啊 那这样呢 黑旗还是非常成功的啊 就算以后再 立掉以后再补一手啊 这样的黑旗是 比较成功的 白旗呢 肯定不好啊 空也没了 外面这块旗一闭入 还有可能没活 黑旗外面呢 也走厚了 所以这样呢 是不行的 那么面对 黑旗的这个压啊 白旗呢 还是不能用墙 只能呢 老老实实的啊 去 补一个 那么白旗呢 只能挡住 黑旗搬 黑旗在搬 白旗呢 呃 吃掉 那么黑旗打吃 白旗提掉啊 这个呢 黑旗在张上 这个在高手对聚中呢 也是经常出现过啊 呃 虽然 脚上没有活出来 但是通过气质呢 把外面呢 整体呢 都 包围住了啊 都包围住了 那么 这个结果呢 嗯 双方呢 黑旗呢 还是可以 接受的啊 这个变化呢 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 正常的这个变化 这样的变化呢 是黑旗通过气质啊 取得了这个外势啊 这个 虽然说 并没有破掉你的空 但是呢 通过还是呢 有很大的收获啊 当然啊 白旗也不要轻易的以为 就是这样呢 呃 就可以了 走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白旗还是需要非常小心啊 黑旗因为如果在 劫柴有力的情况下呢 黑旗还有非常 非常顽强的这个 这个招法啊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 嗯 那么如果在劫柴有力的情况下啊 这个黑旗啊 它不光会选择力啊 黑旗还有一种可能呢 它就做成一个后手式 搬 你搬 是吧 再 糊啊 这样虽然是做成一个后手式啊 你打吃 嗯 但是呢 这个脚上的气啊 一下子就变得很长了啊 就白旗想通过收器来吃 黑旗几乎就是说 不太现实啊 不太现实 就是说 因为这个铺呢 打结也不利啊 这个 而你要一口气一口气的去收 这个就实在是 太累了啊 那么只能呢 从外面这个突破啊 突破呢 那你从这里走呢 也不是很 啊 这个 呃 黑旗可以考虑 就是说 直接搬住 因为这个拐头呢 有先手卫的 啊 那么 呃 白旗 那当然 拐这个以后啊 直接飞也是有可能的啊 也有可能 这个 白旗啊 那如果直接出头 这个风险呢 也是 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大 那么 如果不能从这里出去呢 那就只能从这边走啊 这边走呢 还得看这个 这个段的这个增值问题啊 如果说啊 这边这个增值呢 也不利呢 那这个情况还是 有点啊 非常危险啊 非常危险啊 就是这个增值如果还是不利的话 因为它 增值前呢 还可以打吃你一下 这个白旗这个危险程度啊 还是很大啊 还是非常的大啊 甚至于黑 黑旗在这之前啊 还可以就是说 压你一下 是吧 这个你需要硬 再帮助啊 这都有可能 嗯 假装你 靠这个铺去吃人家 实在是太累了 太累了啊 做酸活的话呢 这个 已经是黑旗便宜了 而且这个气啊 就收起来 反正还是很麻烦 很麻烦 所以这样呢 呃 白旗其实啊 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 很大的危险性 不能吃它后说死啊 不能这样去吃它后说死 白旗收气啊 还得小心啊 当然也不能这样 这样的话呢 它站在这 你再去搬呢 这个气就 还是比较长的 大概收气呢 只能从这边来收啊 但是这样收的话呢 本身呢 这个脚上 黑旗气呢 已经就是说 藏出来了 再压的话呢 这个白旗啊 还是风险很大 很险很大 这里面 收气比较累啊 比较累 你以后只能是这样去收啊 但它不会去粘上 它由于截差有力呢 它可以站在这里 这个截打起来 总是白旗负担很重啊 因为黑旗它是相对比较轻的啊 你就算打赢了 黑旗也无所谓啊 黑旗也无所谓啊 所以啊 这个看起来 这个如果黑旗稍微厚一点 截差有力一点 这个下法啊 也还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顽强的啊 非常顽强 白旗啊 这个风险呢 比较大 那风险比较大 那么所以说啊 这个 靠断完以后 白旗这个团 团完了 被对方呢 这一断啊 白旗这个 还是 风险挺大啊 要小心啊 那么 对付黑旗这个 这个靠了点啊 这个破空的招法呢 呃 由于啊 这个 白旗强硬的跟黑旗杀 这个呢 风险较大 所以在这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啊 简明的 通俗啊 就是说 容易记的 这个招法啊 那么 白旗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 呃 最简明 也许是最佳的 防守的方法啊 大家请记一下 那就是呢 团在这里 团在这里 这个 看上去是个鱼形啊 但是在目前的局部来说呢 是个 防守的 这个 好奇 团在这的话呢 现在 就不 不惧怕啊 这个 黑旗断了 那么现在如果黑旗在断呢 白旗就吃 白旗就吃 黑旗跑 是吧 那么这个指啊 就和这个相比 那明显就 因为 差了很多 是吧 因为你打出来以后还得站 等于说 我就不用再去走这个了 是不是 那么白旗就老老实实退啊 这样两个头呢 都能够比较 舒服的啊 走出去啊 走出去 你再压 我就老老实实退啊 这个地方呢 分不住 分不住 再压呢 它就可以 搬起来了啊 或者说是拐出来也行 嗯 这样呢 白旗不惧怕啊 与黑旗作战 虽然也有 特别的实战啊 黑旗 站着外面很厚 还是依然断了 强行跑出来和白旗作战 也有过这样的实战 但是呢 整体来说呢 白旗是 没有什么 害怕的吧 没有什么害怕的 嗯 嗯 这个段呢 显得 还是 有一点勉强啊 这个段有一点勉强 黑旗呢 长时呢 也不能这么下 那么黑旗的 正确招法呢 就是说呢 是 当白旗团的时候呢 黑旗呢就算 也不要去强行活脚啊 这个 这个 活脚是可以活啊 比如说是这样 但是这个 活的话呢 外面损失呢 太大了 这个外面已经死了一个 这两个也是受伤的很厉害啊 这个 白旗这个 班章呢 还是个先手 还是个先手 所以说这个 这个 黑旗呢 也不要去活了 嗯 黑旗 正确的下法呢 就是说 呃 漆掉这个字 算了 那么黑旗正确的下法呢 也就是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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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旗爬 黑旗呢 在压住 黑旗呢 黑旗在压住 白旗呢 粘上 双方告一段落 这个应该来说是黑旗靠完点 以后双方最正确的一个下法 应该说实战中也经常出现 白旗通过防守还是守住了脚上的实地 也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不过黑旗通过砌掉这一颗纸 也是很有收获的 不管是这里 黑旗首先获得了一个先手 是吧 先手获得了一个班章 同时外面也多出了 这个字可能没什么用 但这个字肯定是有用的 多出了一些指令 同时是先手便宜 还是可以接受的 约等于 就是说黑旗先手班章 白旗虎了一个差不多这样的变化 这个肩和团交话倒是得失不明 这样大概一个这样 这样黑旗也是可以接受 先手获得了班章 当然白旗能把脚完整地守住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点 这个就是说 挡这个的时候 白旗还有一种变化 就可能 它也有可能是先断 在自己补之前 先断一个 把你给走重 因为如果像刚才一样 沾上的话 以后黑旗就不走了 你再断呢 黑旗这两个子呢 就弃给你 都无所谓 你这样吃这两个子呢 就可能给你吃 这个死的也不可惜了 但是先断的话呢 当然就 黑旗呢 不能死 死的话 这个地方 白插了一手旗 所以说呢 先断 那么如果先断的话呢 黑旗肯定要跑 那么跑之前呢 先打吃一下 是便宜一点 便宜一点 打吃一下 然后再跳 这样呢 白旗再来补这个 再来补这个 这个断呢 就得失 难说了 难说了 因为断一下的好处呢 就是由于黑旗要跑 把黑旗这个呢 走重了 断成了两块 但是呢 嗯 黑旗呢 由于你里面还是要补一手 以后这个外面还是该黑旗呢 下啊 那么你断开它自己呢 反过来呢 也变重 也变重 这个不能随便死啊 这个死了的话 还是损失呢 也不小啊 嗯 这个就要根据这个 呃 局面的这个情况啊 看看白旗呢 呃 会不会断这个 如果说这边是黑旗的子的话 大概就不管是拆山还拆 啊 对这边没有威胁的话呢 那么这个断的实际上呢 是不好的啊 不好的 因为你跑出来 没有意义 是吧 你跑出来的话 可能呢 还是处于被黑旗攻击的状态啊 你顶一个呢 它就算粘上 或者是贴住你啊 这个都可以 这个整体来说 还是你呢 比人家弱 那你这个断出来呢 是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呃 那么当然呢 也有可能就 如果说是这里是白旗的子啊 某些情况下 这边是白旗子的情况下呢 那么 这个断呢 是黑旗倒是要小心的啊 就走这个变化的时候 它白旗在捕之前 它会断你一下 然后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白旗跑出来啊 不管是顶出来 藏出来 对你黑旗 两边 都有威胁的话呢 那么 这个断呢 还是 就是说 挺有力的啊 挺有力的 黑旗呢 要小心啊 黑旗要小心 当然黑旗防止这个呢 也是有办法的啊 就是说 你把这个先斑脏了 完了以后啊 这个胆呢 先暂时不着急 也可以啊 你找机会呢 再打 白旗现在去吃这个呢 价值呢 也不是这个 特别大啊 特别大 嗯 嗯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黑旗啊 还是 稍微注意一下啊 小心这个白旗断 但 白旗的情况 白旗这个断呢 是不太 成立啊 那么本图啊 可以说就是说 靠完点以后呢 这个双方正确的 这个下法 也是通俗易懂啊 白旗 特别是作为白旗 避免所有复杂变化的啊 下法 我们摆一遍 大家记住这个啊 就行了 就以后呢 就能够应对呢 这个黑旗靠了点的啊 这个凶悍的下法 这是白旗通俗易懂啊 简明的下法 大家记住这个变化呢 呃 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啊 的一个变化啊 也是 双方正确的下法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